有機會跟胖的臉要逼人的話 第二次會 變比好的話好像有點 沒有辦法接受了 下輩子 看我當年老公 我來保護你 這個台詞是屬於 這是屬於哥哥的 先請兩位幫我可以用 中文跟馬來文 大聲招呼 好 導演先來好了 好 我是複度青年的導演李玲 大家 下午好 我是複度青年的演員陳哲�耀 你講得還標準嗎 對 我會講還可以嗎 很標準 你剛剛的就是 阿爸卡爸 你好嗎 對 歡迎來到這樣 歡迎你們 謝謝 難道你一輩子 只想要依賴阿爸 他們不要我的時候 只有你要我 現在到你也不要我吧 由王琳琳導演 指導的複度青年 描述印象人士 移工和跨性別等社會議題 吳康仁 陳哲耀 飾演的兩兄弟 劇中彼此扶持的深刻感情 也惹哭了不少觀眾 每一場戲都會先複一遍 那每一次的對戲 其實都會情不自禁的流淚 然後康仁哥就有跟我說 他說 弟弟你不要這樣子 他說如果在拍攝現場 要來十條怎麼辦 對 他會這樣先說 但他自己也在哭 他自己這樣說沒有說服力 對 阿滴跟阿邦 在媽咪姐上面跳舞的片段 是 聽說那部分的片段 有被刪成一尺 有 因為那一場戲 我自己也很喜歡 我寫了很久 然後我自己很期待這場戲 而且拍攝25天裡面 這場戲是拍最久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想表達的情感 是串流在這整個空間裡面 兩個人擁抱舞蹈旋轉 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可是因為剪接師 還是會有他的節奏在做 因為剪接師他一直跟我說 這部電影 你不能只是單就一場戲的節奏 你是整個節奏 從開始就慢慢鋪成下來 所以再變成你需要面對一些 被剪掉的事情 可是我也覺得沒關係 就讓你剪接了之後 如果我覺得我不要 我還是把他拉回來 這樣做 我覺得很任性那時候 其實還有一個 和解的一場戲 但導演把它抽掉了 對 我覺得那一段 也滿有趣的 就是弟弟跟哥哥的那個感情 哥哥來怎麼樣 來哄哄弟弟 就是跟他說 好 我們和好 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可是這個被剪掉了 對 大家想看嗎 想看 應該不會 他破衣也不會適合 破衣可以考慮一下 剛才有一個好奇 有講到說那個 康仁哥哥 那個阿澤自己下就是都會哭 那你們兩個誰比較愛哭 我覺得哥哥哭得比我慘 在前置作業的時候 我們在Re稿的時候 哥哥就可以哭得很動人 不知道為什麼 那可能隱形眼鏡 然後太乾了吧 康仁因為他 他都一直讓自己 在那個狀態裡面 所以所有的那個情節 或者要討論東西來的時候 他很快就在裡面 對 阿弟在最後跟爸爸相認的過程當中 想要請問那邊的設定板 就是兩人是沒有互動跟孩子的 因為對我來說 父親應該也會嚇到他 看到這個很久不見的兒子 就要出現在他面前 我覺得那一刻是凝結 整個空氣中是凝固在 那種無聲的狀態裡面 因為那一場戲其實在劇本裡面不長 但你可以去把它想得更豐富一點 阿弟會來找爸爸 那爸爸其實他有一個 美滿幸福的家 他有一個 你看他有做一個麵攤 然後有一家店 然後其實也有 也有老婆 然後也有小朋友 其實有人擦肩而過 其實阿弟都看到 劇本裡面是這麼短而已 但我自己去想得很豐富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願意回去 其實阿弟最後的這個眼神 我只能說我其實有點喘謀哥哥 就是有點像哥哥 在看爸爸的那種感覺 阿弟跟康恩哥在互動的極目 朋友愛的極目 例如說跳舞抱抱 或者是單穿內褲 話就在哥哥身上 有一點粉紅泡泡 阿姨有點出來 好像偏DL 在拍攝的過程中 有覺得害羞或變扭嗎 沒有耶 其實我們沒有去想到 會有VL的元素的動作 就像兩個臭男生 其實我們的相處就是這樣子 對啊 因為兄弟倆在家裡 如果你甚至可能 今天穿的是三角內褲 也會這樣脫腎三角內褲 這樣然後一起睡覺 然後也有一些人說 這個兩兄弟的感情 有點耐人尋味 有一點 在劇中也沒有真正的血緣關係 不知道有機會會不會真的 有機會跟他們被演到逼人的話 變逼人 變逼人我好像有點 沒有辦法接受 對 不過我想像不到 因為我現在對Colin哥的情感 是哥哥 真的是哥哥 有這個邀約的話 你會接受這個邀約嗎 我其實不會說 今天是不是演什麼VL了 我只要看劇本 有沒有辦法把自己的表演 或者是自己最想要做的事情 給做好 對 這是我最初的目的 然後最初想要做的事情 對啊 那 算公寿都可以 對啊 那 算公寿都可以 對啊 為什麼當初導演 會想要以雞丹這件術 給你兄弟情的象徵 其實因為當初我一直覺得 兄弟一定要有一個 很屬於他們的私密動作 這個東西只有他們會有的 那是什麼東西 後來因為我覺得 雞蛋是一般家庭 可以比較負擔的 他的 而且水準蛋吃很飽 我國小一個同學 他加臉窮 他媽每次給他一顆水準蛋 可是他每次吃的時候 他不會這樣敲 他都敲自己頭兩下 那我就後來想回這個事情 我覺得 這個動作 好像很適合在這兩兄弟裡面 沒有敲很多次 就是兄弟倆還好 反而敲Mani姐的就 對他來說比較痛 因為我們兄弟倆就大概知道 我們也會抓一個力道 因為我們在排戲的時候 都會做這個動作這樣 那有一場戲 其實是在劇本裡面沒有的 Mani姐 然後阿邦阿迪在吃飯的那一場戲 Mani姐其實沒有被敲過 她不知道 她坐得比較遠一點 那我手伸直的時候 還沒有辦法碰到她的額頭 那我就用雞蛋的那個尾端 給她敲下去 超痛的 那個就敲補破 然後敲完以後 她就差點要不要髒話 我都很痛 對 你們覺得哪一幕 就讓你們覺得 最印象深刻或最感動的 哇 我 對我來說的話 一定是 啊 這樣會爆雷 對我來說是 我跟哥哥在監獄的那一場戲 道別的戲 其實在劇本裡頭 是有很多的台詞要用講的 那因為那時候在前置作業 我一直都陪著哥哥 康仁哥去上班啊 學手語啊 其實阿迪不用學的 但我覺得 這是我跟康仁哥去培養 默契跟感情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就去學好手語 那我們在前置排戲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天就走心 就進了阿迪的世界 掉進去這個情緒裡頭 然後就感覺好像 真的好久沒有看到哥哥了 然後我就開始跟他比手語 就是你好嗎 我現在很好什麼的 我比完這個手語的時候 大家都哭了 然後演完這場戲 才回過神來說 對不起 我剛忘了說台詞 然後我覺得很感動的是 我們的 全智欣姐姐 她認同 她說 沒有 妳剛剛沒有說台詞的 非常有力 有張力 很好 很棒 我們就這樣子表演 導演那時候有想到說 他們兩個火花會這麼的強烈嗎 開拍前有一段時間 都是在走前置 就已經感覺到的了 已經感覺到 因為我覺得 兩位都是專業的演員 他們只缺一個事情 就是他們要怎麼去培養成 真實的兄弟情感 這個是要時間的 然後數不知 我覺得他們在這個 有限的空間裡面 很快速的就 就感受得到了 真的就是像阿德 剛才自己講金馬獎 然後就覺得說 哇 我們大家透過那個屏幕 結果他就說 你真的很愛康倫哥 對啊 你到底有怎麼愛他 那個完全就叫做 哭笑不得你知道嗎 就是笑你會替他很開心 可是哭你會覺得很感動 然後我就一直這樣 好醜 謝謝你陪著我 去到很多移民的地方 跟我一起 同雞的屁股 這是真愛 就是真愛 真的是真愛 無論是在電影裡面 或者是現在私下生活 都有康仁哥在照顧我 對 我說的是拍戲的時候 你看康仁哥他會願意去分享 然後我們私底下都聊台詞 劇本等等 他就說 要演好自己的部分很容易 可是要讓對手演得好 是很難的 所以他就願意牽著我的手 一起去把這個作品給完成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感受到的照顧 那私底下的部分就是 哥哥他一直跟我說 他說你來台灣拍戲 他說你來台灣發展 然後他還跟我說 你應該有怎麼樣的 一個表演的機會 然後你會有怎麼樣的一個高度 他也會跟我分享好多 所以我現在就申請了就位金卡 你問到說經紀人是他人的話 不會 不會 你問他自己是自己的經紀人 他們也忙不過來 他自己都忙不過來了 那你手機裡面存他 是存什麼名字的 LINE上面了 康仁哥哥哥 我還有畫號哥哥 這是真愛 這是真愛 唯一有一場戲 我拍一首在鏡頭後面 自己開始在流眼淚 也是屬於最後告別的那一場戲 不是兩兄弟 就是阿伯看 看為自己的那一場戲 康仁的狀 他的所有事情 因為一整天拍下 他的有些部分已經消耗掉了 所以我們一直拍不好 所以後來我就跟他說 不如我們明天早上搶拍 那每一早上回去休息回來的時候 那一刻大家都已經很在狀況 然後我只是當下學的時候 他好像可以走了 就很可以跟他告別的 你就當下一面在拍的時候 就是 反正我的場戲每一場都在哭 我就跟他說 好 爹 我陪你一起哭 大家都常哭 對啊 你無論是 聽到洗洗手手的聲音 空宿那場戲或者是告別那場戲 或者是你知道嗎 就是基本上 我都不太哭 對 我只知道 尤其他們最後兩兄弟告別 我會喊 和欣姐又哭 我製片又哭 然後助理又哭 大家都在哭 就是負著第一支金給大家 想看 最後呢 我們想要請阿澤 可以幫我們的鏡頭 重現我們那個裡面 敲金蛋的經典橋段 敲誰 我們有那個 敲導演嗎 敲導演嗎 沒有 感覺巧 我準備了 感覺巧 真的假的 其實他以後媒體做不可以 這樣會那個 進入那個情緒 不要哭了吧 不要 不要哭了吧 講那個台詞會哭 我要講別的 而且你要講那個台詞 不要 不是 你可以用一種心情 講那句話嗎 沒有 我們換一個 下輩子我當老公保護你 可以吧 現在很多人想保護你 你可以用甜蜜的那個 心情來講 好的 下輩子 換我當你老公 我來保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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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台詞是屬於 這是屬於哥哥的 那你最近有發明就是 可能不僅女粉絲 男粉絲也變超多 有 其實有 這一次來台灣 宣傳電影 我覺得 我真的只能說受寵若驚 這個受寵若驚是因為 除了影迷朋友們 然後還有記者朋友們 對啊 我特別感受到 記者朋友們 也很喜歡電影 然後他們就認識了 阿迪到陳哲耀 在我的社群跟臉書 我都收到好多的私訊 就是跟我分享他們看完電影 然後很喜歡 然後也希望我多點來台灣這樣子 不要這樣 我現在情緒要回不去 我們的電影《復都青年》 已經在台灣上映了 很好哭 很好看 請來看 請來哭 讚 好 謝謝導演哥阿德 謝謝 你們也太用心了 最後那兩段 《復都青年》已經在全台日映了 大家記得進入電影院支持 謝謝 謝謝